中欧班列俄铁铁边外中国计时巡接班人 看来俄方的闭塞设备已经可以恢复使用了 因为我听到他们说了好几遍哈拉扫 4日 老城对隋芬河南厂信号楼值班员笑着说 隋芬河铁路口岸是黑龙江省重要的对俄铁路口岸 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进出境口岸之一 被称为老城的城堡船 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牡丹江电物段隋芬河信号车间 从事铁路信号专业工作 已经有34个年头 老城这个外号并不是工友们根据他年龄起的 隋芬河站南厂值班员陆奎龙 向记者介绍道 这是与隋芬河站 常进行又沟通的俄方铁路人员给起的 与隋芬河铁路口岸接壤的是俄罗斯散沟站 其使用的电物信号设备 64D半自动闭塞设备都是从中国输入 后期维护和部分技术支持交与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牡丹江电物段隋芬河信号车间 64D半自动闭塞装置通过信号传输 保证该段铁道上只有一列列车运行 防止其他车辆驶入 避免列车箱撞或追尾 是隋芬河铁路口岸 与俄方列车运行中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城堡船就负责电物信号设备故障维修工作 中欧班列经由隋芬河站开行初期 列车运行突发故障 俄方无法向中方办理发车业务 城堡船赶到值班室 根据值班员叙述的情况 他心里已经有了处理方案 但他需要根据双方设备的故障现象 才能推断出准确的问题原因 隋芬河站车站值班员陆奎龙 平时自学的俄语派上用场 担任专业翻译与俄方沟通 城堡船一步一步指导俄方技术人员进行测试 从电安读数 响灵情况载道信号接收等多方面现象分析 最终城堡船一语道破故障位置 俄方送端信号电源故障 这一系列的神操作 让俄方技术人员赞叹不已 当俄方询问值班员哪位大师这么厉害时 城堡船谦虚的笑着说 告诉俄罗斯有人 叫我老成就行 通话另一头所有俄方工作人员 都用不太流利的中文韩旗老成 啪打扫 老成的名声也在俄罗斯散勾站打响了 从此老成就成了俄方 对中国技术人员信赖的代名词 时至春运 56岁的城堡船 每天都要去现场转转 工长李金玉介绍道 现在进出境的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增加了 设备使用频次也变得高了 老成这是惦记着这些设备的运行情况 眼看不到四年就退休 城堡船希望尽快培养一个接班人 传授总结的64D半自动闭塞设备维修技巧 将老成这个特殊意语称号 在口岸传承下去 继续为口岸运输 为铁路安全贡献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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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